由周杰伦指导的第二部电影《天台爱情》正在热映 其巡回演唱会也正在进行中 为了电影和演唱会的宣传 周杰伦也是马不停蹄的全国各地飞十分辛苦 不过铁打的人也经不起这般操劳 今天好友刘更宏就在微博透露 周杰伦因为患上感冒不得不去医院打针 并附上一张周杰伦面朝大海凝望的背影照 调侃到刚刚周导的小屁屁被医生打了一针 现在有点犹豫 不知是担心演唱会没声音 还是因为PP被医生看光光了 随后Mr.G官方微博也晒出一张 周杰伦坦胸露出性感人余线的照片 调侃称人家是沙滩配啤酒 你这是夜景配肌肉 而周董则流言自嘲 原来健身再怎么健还是会感冒的 好久没被医生打针打PP了 我看着大海开始犹豫了 不知是演唱会怕没声音 还是PP被看到的关系 周杰伦搞笑的留言逗乐了许多网友 不过不少粉丝还是十分担心偶像的身体 希望杰伦不要太拼早日康复